近期花莲地区的地震频繁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师生为了了解地震的变化 特地与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借了52颗的充电式地震仪 也获得了相当明确的资讯 了解到六七月的地震走向 只是目前所遗失的地震仪仍属于中央大学的财产 也希望民众能够协助寻找这昂贵的检测仪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师生为了了解地震的变化 特别和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借了约52颗的充电式地震仪 埋设在花莲各地区 而其中一颗埋设在岩辽渔港围墙边 却被民众挖出 到目前仍然找不到遗失的地震仪 我有问他 他说他有看到东西被挖出来了 一般我们就是埋起来就是会抚平 就是看不到那个东西啦 那可能当初他们学生在买的时候有被人家看到 或者说他们没有买的比较深 不知道人就会把他拿出来看 那看完之后其实他也摆不回去了 所以就把他丢在地上 就是那个旁边有那个比较低蛙 就是有那个阴凉厨那边有渔民 他跟我说他有看到一个东西在那边亮 那他是说他也不敢去碰他 他只是说他有看到 他有跟我讲 他说我上个礼拜有过去一趟 然后他有跟我说他是两个礼 就是如果以现在来讲 他是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看到 他那个东西已经被挖出来了 根据当地的渔民表示 日前有看到学生神色惊慌的来寻找 遗失的地震仪 因此也加入协巡的行列 不过到现在认为寻获地震仪的踪影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张文燕院长表示 0206地震时候就觉得花莲余震的监测记录 才是预测大地震发生的关键 所以才开始和中央大学中研院一起布地震仪 临时网路监测站 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盲断层的了解 0206地震的时候 2018年花莲地震的时候 那我们就觉得 这余震的监测才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要往哪 牵扯到细部地下构造的测绘 因为气象举的站太少了 那很多小的地震要靠很密集的往 去监测它余震往哪里跑 所以中央大学其实 上次跟中研院跟中央大学 其实就开始布地震站 只要哪里有地震 我们就到哪里去布 因此上因为 这种临时网必须一个 因此上大概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把地震资料收回来 下载之后 会做一些更多细的地震的定位 跟它的地底下的三维速度构造 那我们可以了解更以下 当初向中央大学借用的地震仪 现在有一颗不翼而飞 至今仍不见踪影 东华大学除了是已经报警处理 由于一个地震以索费不资 若未寻货 东华大学可能就得要赔偿 因此张文艳院长也希望民众若有发现 请尽速归还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